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我的視頻當中 真的什麼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個 平時我在廣州買山買東西的好去處 我現在就位於 三元里地鐵站的D出口 從D出口一走出來 就是禦龍服裝城 一從地鐵站走出來 就可以見到這幾個字 禦龍服裝城歡迎你 接著你就可以在服裝城 這裡開始逛 從男女服裝到日用百貨 做了床上用品等等 在這裡你都可以買到 而且絕對可以稱得上是麥美嘉年 現在正逢是換季的時候 看到沒有 很多衣服都是一百元三件 在這裡什麼尺寸的衣服 你都可以買得到 就來開殼了 收買床上用品的商店 生意明顯多了很多 今天我過來這裡 主要都是幫兒子選購一些開殼用品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消費觀點 而我自己平時的消費觀點就是 穿衣服這些消耗品 沒必要買這麼貴 尤其是對自己的兒子 更加不會讓他買名牌 平時穿的T-shirt 牛仔褲 在這裡全部都可以買到 各種款式都有 還可以講價 當然 他打球穿的籃球鞋 我就一定會買最好的給他 我自己花錢的觀點就是這樣 覺得該用的絕對不會欠 如果你對消費要求特別高的話 看不上這些沒有牌子的衣服 當然你就可以不過來這些地方買衣服買東西 大把牌子店你可以去選擇 不過我自己就認為在這裡賣東西就像淘寶一樣 很有樂趣 我時不時都會過來繞一圈 從大人到小朋友到嬰兒 各種年齡段的衣服在這裡你也可以找到 魚龍服裝城地上就有一層 樓上就一共有三層 你們可以自己慢慢掛 掛完這邊的四層之後 接著就從魚龍服裝城的正門走出來 從正門走出來之後向左轉 就可以見到在他旁邊的這個金龍藤飛時裝城 就是我手指的方向了 順著我自己的方向走過來 繼續可以逛這個時裝城 也就是說一次過可以逛兩個時裝城 分別就是魚龍時裝城 和他旁邊的金龍藤飛時裝城 如果喜歡逛的話 在這裡起碼可以逛兩三個小時 金龍藤飛時裝城這邊 就更加多東西買 可能在不少人的心目當中 在廣州買衣服 很多人的觀念還停留在以前的 白馬、黑馬和紅棉 現在就不同了 這一類型的外貌商場就越開越多 在這裡你可以找到很多外貌美貨 在當今 網購已經成為購物的主要趨勢 實體店的經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尤其是經歷了三年的疫情之後 經營更加相當不容易 和大家分享一間我平時喜歡過來在這裡買零食的店 這間店的名叫做大舊金 它就位於金龍藤飛時裝城的一樓 在店裡售賣很多糧果 我自己就經常都光顧這款黑糖薑 不會特別的甜 黑糖和薑的味道都非常濃郁 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款健康小食 在大舊金的斜對面 就是一間賣物的專門店 我在這間店都光顧了不少物 現在開始轉季了 很多豆腐都已經開始賣秋冬的衣服 夏天的衣服很多都在打節 所以現在過來選衣服就最適合了 右手邊這一檔就是泳衣專門店 我的泳衣阿仔的泳褲我也是在這間店幫襯 尤其是阿仔的泳褲20元一條 又便宜又底 看上去這邊的童裝好像特別多 慢慢選可以找到不少又便宜又漂亮的童裝 我自己平時穿衣服就沒什麼特別的要求 但在食和旅行方面就比較捨得 掛這邊經常都可以發現筍物 10元3對的保暖護腿 我選了3對 留回到時冬天的時候用 掛這邊的店真的很過癮 一間店裡賣很多種不同的商品 金龍騰飛時裝城一共有3層 剛才帶你們走下第一層 接著我們就下來富一層 在富一層賣的東西 便宜過在一樓的東西很多下 在富一層造金便便宜 下到富一層便可以發現在這邊 牛仔女的服裝特別多 在這裡可以見到不少外省人都過來這裡批發 在富一層的寶藏店有很多 你們要慢慢掛慢慢發掘 接著我帶你們去看看我兒子平時光顧的這間店 通常都是我過來這間店 然後就拍下這間店現有的款式 發給兒子選 兒子喜歡的便告訴我 然後我就在這裡買他喜歡的款式 和適合他的碼數 這間店位於金龍騰飛時裝城的富一層 就是這間了 他們所售賣的衣服 很多都是大尺碼的潮衣 有不少廣州潮人都喜歡過來這間店買衣服 他們都和我兒子一樣 喜歡穿這些大尺寸的衣服 這裡的T恤一般是35元一件 衛衣就是50元到60元之間 這種就百多元 如果魚湧的便更貴 而且在這間店買衣服 他們的尺寸 越大碼的便越齊全 從一個加到五個加 甚至六個加的都有 兒子這次選了一件衛衣 和三件短袖 買了四件衣服 都不用$85元 你們說值不值? 在這裡你們還可以找到 很多運動品牌的衣服 就算他們不是出名的牌子 但質量和款式都不錯 今天我所分享的這兩個服裝批發市場 是現在在廣州規模比較大的 管理比較規範的 交易量比較大的服裝交易市場 他們的經營時間 就是從早上9點到下午6點 在裡面有過千的檔口在經營 所售賣的服裝 大部分就來自廣東地區 甚至是全國各地的服裝企業 在這裡不單單可以現貨批發 還可以零售售賣 過來這邊選東西 記得一定要帶上你的金正火眼 在這邊淘寶的樂趣 過來一次你就知道 除了虎一層 在金龍藤飛時裝城的三樓 也有很多東西掛 掛了兩三個小時 和兒子採購完他所需要的用品之後 接著就出來 在羽龍服裝城和金龍藤飛服裝城的中間 就可以見到這位阿姨在賣糖水 阿姨是海豐人 這間店的名字叫做聯辛糖水店 除了海底石花西米糖水 它是售賣6元一碗之外 其他的糖水也是5元一碗 茶葉蛋就是2元一個 我每次過來都會光顧她的糖水和茶葉蛋 阿姨做的又便宜又好吃 我每次都喜歡吃阿姨的這個紅豆黑米花生糖水 5元一份糖水 我先吃半碗紅豆黑米花生糖水 阿姨給的很多 根本不止一半 阿姨在這裏做了很多年 她的生意非常之好 她的糖水又新鮮又便宜又好吃 在我坐著吃糖水的整個過程當中 過來光顧她糖水的人都未斷過 阿姨做生意很細心 除了有5元一份糖水之外 你還可以點回我4元一份 吃完這半碗紅豆黑米花生糖水之後 我便跟著吃另一半的第二種糖水 亦都是我每次過來都喜歡光顧這款 小麥湯丸 有些人喜歡兩樣混在一起吃 我便不喜歡 我喜歡一樣還一樣 你看阿姨給的多少 小麥湯丸每次都會給我三隻湯丸 阿姨做的生意絕對是良心生意 食材新鮮、售價便宜、味道好 這兩個時裝商場開檔口的人 和過來買衣服的人 一般都會過來她這裏幫顧她的糖水 她的茶葉蛋兩元一隻 很入味 每次我都會光顧一隻 阿姨做的茶葉蛋真是很入味 很好吃 你們看看 光顧她糖水的人多少 相做長久生意的 就一定要像阿姨那樣 便宜、靚、正 這樣的生意才會長久 阿姨做生意擺檔的位置 也不容易 夏天特別熱 冬天風特別大 糖水五元雞加兩元雞的茶葉蛋 七元的消費吃得我好滿足 如果你們有興趣過來這邊掛街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阿姨的糖水和她的茶葉蛋 這麼划算 這麼好吃的糖水 希望阿姨的生意會越來越好 好吃阿姨 走吧 拜拜 好 購物吃完糖水之後 接著就可以沿路回到地鐵站 坐地鐵回家 以前在這兩個服裝城裡 可以見到很多外國人過來拿貨 這些買家主要來自俄羅斯 中東阿拉伯和非洲 經過疫情的三年之後到現在為止 可以見到的外國買家愈來愈少 有很多檔口都說生意和疫情之前 還有很大的差距 有不少買家都不會親自過來 換成了和他們在網上溝通訂貨的方式來買貨 希望這些實體店的生意也會越做越好 今天的視頻 我平時買衣服的淘寶勝地 魚龍服裝城和金龍藤飛服裝城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吧 多謝你們的支持